主料,豆角500克,辅量,保鲜膜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豆角洗净,晾干水分,切丁,装进洗净晾干的玻璃瓶中,尽量装到离瓶口很近的地方,用心往下压一压,先去保鲜膜一张,折叠,平整的塞进瓶口,铺平,再去一张,同第五步,干净容器装水。 将瓶子倒口进水中,开始等待,夏天降雨热,每天换一次水,两天后已经开始变黄绿色了,三天后完全变成黄绿色,闻起来很酸了,这就做好了,烹饪技巧。 一,豆角切丁是为了发酵更快一些,可以一个人爱好切多长,二若干年前还没有保鲜膜的年代,妈妈都是用丝瓜叶子来风口的,更环保,更安全了。 三,瓶子扣进水里后,上面最好盖个龙布什么的,防止小虫子飞进去,夏天天气热,最好每天换一次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